感謝 感謝各位 我是台中軍的軍手 紅潮軍 台中軍的這個主祭在 在台中市中央街66號 歡迎各位 如果來台中 如果來台中請您來這裡 鳳梯 大家來做會 來賞名列 感謝各位 這很好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 我們那個 台北市有一個黃駿手 他就專門都幫我們做那個看板 我們有亞克力那個看板 本來外面有做一組說6千 現在他幫我們做2千 但是他說要幫我們拿2千就好了 如果有需要的人 可以把那個黃駿手 黃駿手有來嗎 拜託你 起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他幫我們做那個亞克力看板 那個黃駿手 阿不然黃駿手你來跟我們說一下 喔 阿不然你來 他還沒進去喔 阿不然他剛才在樓下開 沒有你跟我們說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6地 如果有需要 現在我們辦公室的中央 最好是都一樣 一致啦 這樣 好有那個說服力 阿現在他跟我們介紹一下 他還有去跟我們做的 他了解 好有 呃 感謝上帝 讓我們 台灣有一個台灣民政府 起來 啊 台灣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 已經有希望了 啊 也很 感謝上帝 這個 為我們台灣民政府準備一個專門做 公國的人 就是我們大陸 啊 他雖然不是很富裕 啊 總是他很無心 他在 他將他的退休金 一百萬 拿去買一間 賺房 啊 過 一兩年了 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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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改變 比兩百萬 他還買出去 買出去 那些 啊 這些錢 都差不多 被封閉了 啊 但是他 他非常 很高興 啊 我也經常 他做他的助手 我也做到 做到非常 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所以 很高興就對了 好 我有道責 我 我有道責 啊 總是我們 我是出工 啊 我們大陸 他是 他是 那個出錢 他又出工 啊 又 又 又出設計 他 比較用心 他也有辦公室了嗎 他也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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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所以 所以 尤其 我們那個 我們有五十周 台灣五十周 那個很大的地方 那都是他們 保持的 他們兩個兄弟 做保持 讓我們大家 啊 那個 如果說大家有需要 可以自己定義 因為 你如果要設辦公室的 都一致 統一一致 這樣 看起來大家精采 然後我 我們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我總是讓大家 好嗎 是不是 有人要自願 他說 他的郡所 他要怎麼推 要怎麼推 或是怎樣 很難得 因為 要一致電 我不簡單 大家 把握這個機會 一個人說一文章 自我介紹也沒關係 你希望你要在什麼地方 設你的辦公室也沒關係 有嗎 黃碧翁 來 你來 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孫子 我大哥的好生 好 謝謝 好 謝謝 因為我們家裡 之前 目前人家 還沒有說 跟人家 所以請 各位如果有經過的時 可以 一次在台南 家裡前 這裡 在我們那個 在興業路 296 269號 如果有經過 可以到那裡的鳳梯 謝謝大家 好 大家休想一下 待會兒我 我來用點名 請大家去講 好嗎 我講個笑話給大家聽 因為現在可能大家 要睡要睡 說有一個黃老先生 要喝酒 有一個酒喝 水夢夢 走一個買汽車的店 就拿2000塊 跟人家說 跟那個小老師說 我要幫你買一台車 拿2000塊給他 小老師說 阿伯阿伯 這2000塊哪有夠買一台車 他就說 你那不是什麼 然後 就是2000 李那塔2000還是什麼 阿伯阿伯 他小時候說 我來去喝公酒 阿伯阿伯 他就跟阿伯說 阿伯阿伯 隔壁又越少 不用入三百而已 叫他去隔壁買 大家笑一下 然後 如果沒有 我就 我講一下我今天的主題 好了 大家不想 上台那個練習一下嗎 好 那我先 先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現在跟大家學習 因為我們大家都考慮 每個人應該對這個法理都很清楚 不過在這裡 我也是跟大家呼吸一下 一些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在辦公室裡面 要跟大家說 可能是 先講這個 可能大家比較可以接受 第一項 就是說 蔣介石集團 他 他違反政政權 他把本好台灣人集體的幾位 叫中華民國國民 再來 今天 沒有任何法律 依據 從台灣共性 立立 中華民國跟他的體質 新潔教集團 他百點 日本是台灣的財産 日本人 當初他離開的時候 是台灣的財産 當時他大量募修本土台灣人的財產 再來中華民國國民黨公務人員的體制 將台灣人的教育的主義都完全把他壟斷掉 強烈擺在本土台灣人的參與 將全台灣人的教育的主義都把他壟斷掉 再來他都總有10點就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要跟新朋友說的時候 這10點可能他比較可以接受 因為他親身體驗嘛 你在台灣都是真的這些事情嘛 再來登記台灣社會制度的入職 再來第7就是 外來中國憲法紀念可以在台灣來運用 再來第8條就說 中國人體本土台灣人設立的媒婚庭就是選舉 再來讓金利和法利完全不舒服 第10點就是本土台灣人登記 陷入斯德哥、惡魔症候群這個情形 我先從第1點開始跟大家解說 在2009年4月退出 美國法院破壞說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職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職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職社會生人的政府 人民資金生活在政治的工程中 中華民國國民黨在台灣是行流氓 中華民國的體責 雞育律書 尤其日禮拜的事件 土塞本土台灣人用白色恐怖政策 讓本土台灣人到現在還要很驚喜 這是228的紀念館 這是家庭的228紀念館 他喔 他根據違反政策 把本土台灣人集體幾歲 中華民國國民 根據國際法院 暫量不可以改變 領第幾面的國職 1945年 1946年12月 將本土台灣人集體幾歲 中華民國國民 中華民國國民說 集體幾歲是為了方便管理 這個測試是為了方便管理 再來1949年12月 蔣介石流氓來他的寵命在台灣 將本土台灣人作兵 但他送信世名也是寵死的媽 中華民國國際法 發表在1929年2月 當時的本土台灣人 不是中華民國國籍 當時本土台灣人 是叫做日本台灣人 他喔 就是說 他根據國際法院 暫量不可以改變 居民的國籍 蔣介石集團 他面對英國、法國 跟美國的這個時候 他對中華民國官員說 說1949年 加月12月 他集體幾歲的測試是為了方便管理 請問各位 國際法有我們前這樣的公返嗎 沒有嘛 他們自己的原房的房 絕對是不行 假不幾年 就是1949年 12月的時候 剛開始他是叫台語來鑑領台灣 台語鑑領 但是後來他在外南 他自己走去外南 後來法國給他鑑出來 因為他在外南的時候 去到外南 就像他帶一堆人去外南 占領外南 他當初那個 麥克阿蘇是 分配給他台灣配跟外南 他自己去外南讓他來台灣 結果他去外南的時候 去到中南外南的 庭外都被他鑑一鑑 全部把人家的糧食 割變成他的軍糧 他外南人記念在那個時候 一年死二百萬人 後來他越南的國父 那個 胡志明 他就趕他去請法國 來幫他趕走 趕他趕他趕走 趕他趕他趕他趕法國的殖民地 他去跟他們趕出來的時候 是在1949年12月 所以他那時候正式流往到台灣 他的鑑領就是1949年12月 中華民國也那個時候開始對台灣人增兵 台灣人那個時候就要去做中華民國的兵 他送去金門媽祖 甚至送去中國做暴徒 幹諜丁丁 他們如果算是世名 也能說是減世的嗎 不可能就代表了 死就死了 哪有可能還外國回來對不對 絕對沒有這樣的代理 尤其中華民國的國籍法 他是發佈在1929年二月 當時台灣人並不是中華民國的國籍 甚至在2000年 中華民國立法院有修法過 修法的時候也沒中 本土台灣人納入 於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所以所謂的光復節 或是集體規劃 強迫作兵這連傳的措施 都是二連傳的騙局 騙局 違反建政法的罪行 本土台灣人沉沉受這個措施害 台灣人齁 很愛憨憑 你看他中華民國憨憑 把我們憨68年 大家都信到賣賣 但是呢 今天我們的領導人 臨自身博士 就是我們秘書長 他向大家說實在位 甚至帶我們去告美國 美國說法院的判決 剛才講的那些法院判決 說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台灣沒有國際社會 國際社會 成人的政府人民 現在還生活在政治電域當中 甚至美國的法院這樣把我們判決 我們也一直去外面選團 但是電腦台灣人都不相信 所以說台灣人是用騙那麼快 實在也很可憐 可憐也是四百年以來 因為我們四百年以來 四百年以來中 沒有自己的政府過 都是收我來 政權來把我們管理 曾經有七八個國家來管理過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人已經被那一種 殖民的教育壓得死死的 所以現在大家要恢復正常一個國家的觀念 很難留回來 現在我們的教育就是要重新 重新對百姓的一個重新教育 因為他把我們生腦 生了六十八年 我們還要把八成 還要把它翻過來 要大家都要用心良苦 再來 現在齁 無人和法律的根據齁 無人和法律的根據 從台灣共行六入中法民國 跟他的體制裡面 1945年10月25 現在就是集團在台灣 接受台灣的一軍導航 當然這是說陳怡啦 陳怡 孫青他再來有說 他說他根據開羅宣言 波子彈宣言跟日本的投降書 他說台灣就變成以中法民國的領土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齁 拿破崙時代後 各個各個 一間領土 全議的手術 一定要依據國際法 就是說齁 在1945年10月25年的時候 他 在台灣接受一軍導航 那時候蔣介石集團 他有宣布說他是台灣的公學者 說是軍紀開羅宣言 波子彈宣言跟日本的導航書 台灣來併入中法民國國土 但是 國際法 這樣認定是完全不可能生日的齁 新聞國宣言跟導航書頂頂頂 他不頂是 教育喔 而且在拿破崙時代後 國家國籍的領土 遺傳的手術 一定要軍紀國際法 你看我們 民主黨有深深的講過 他一直重複的講說 減量不可以遺傳租款 流氓政府不可以 集體合法 所以他說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就是中法 流氓政府在台北的意思 但是他都跟我們騙 譬如說 中法 台北 中法 台北 哪有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說中法 台中 還是中法 南投 那就一定要說中法 台北 所以都沒有對所有的台灣人 說實際的 我們不知道Chinese Taipei 是甚麼意思 再來 蔣介石集團 他霸佔 摸吞日本是台灣人的財產 都是大陵木修 本好台灣人的財產 日本導航 中國人的財產是併吞 但是他軍事占了 在國際法上 是不能以專領 投資款的 建政法的財產 是沒有實效的 沒有時效性的 將來我們一定要跟他追究的 在那個導航電力 日本那個 台義來台灣接受導航 那個台語電力 是一個投降典禮 是一個占領的開始而已 日本導航 協學 中國人解釋 說台灣 併吞 特區已經 併入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是這個上軍事占領 在國際法上 是不能以專資款的 在沒有國際法上 台灣過給中華民國 過付給中華民國以前 蔣介石集團 他不能併吞 日本人留在台灣 台灣所留下的財產 他不能併吞 今天不能隨便 目搜台灣人的財產 這種戰爭的罪行 他是沒有實效性的 將來一定要追究的 你看日本走的時候 他說現在的救國團 以所有的 所佔領的 現在他說的 中華民國的救國團 所佔領的土地 所佔領的那些土地 都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 一些官員 或是他們一些公共機關 結果現在都變成救國團 而且他又賣掉 賣給很多財團 這可能我們的參議員 參議院跟立法院 可能要制定一個法律 要怎樣把本來的財產都追回來 而且這些財產要歸公 一定要歸的國家 就不是政黨的 我們台灣不能再有 另外像這樣一個大的政黨起來 目前我們台灣民進是一個政府 不是黨 當然是目搜完之後 變成政府歸管 不是一個黨來管的 這是未來我們參議院跟眾議院 要做一個很大的工程 再來 中華民國的公務人員的提示 他強烈培在本土台灣人來參與 中華民國集團 他無視的盟國約束 由盟軍所分配來占領台灣 但是蔣介石集團 他卻在台灣是完全占領 軍事占領 他是不能占領我們的財產 但是他實情完全占領 就是那中國人在投 打贏的時候 全的都自己 財產不會是都變他的 不會是那種領導方式 再來 1947年2月2月 發生2月8日 中國國民黨用大量的 武裝的力量 抵抗本土台灣人 再來 1949年12月 他幾百萬 中國人流亡到台灣 所以本土台灣人想要在公務人體系裡面出人頭地 簡直是不可能 因為很多公務機關 以前說外省人 現在說中國人 他們都甚至都不用科技 就可以去做了 做做的 一段時間後 就變成正班人員 都不用像 我們要做公務人員 都要參加高考普考 或是頂頂的科技 才有可能當公務人員 考到頭破血流 他都不用 他就能做公務人員 他所享受的那個福利 升等都是一樣 這樣才有公平 對本土台灣人完全沒有公平 這個蔣介石集團 他在1945年 十月來台灣的時候 他都不怕盟軍的約束 本來他要實行分配這樣才會的任務 但是他在台灣實行完全佔領 當然這些軍人和軍官 都用槍自重 大家都有詐情 所以我們本土台灣人 手沒出手了 沒辦法反恐 反恐了 如果我們要去他的長官公署 或是要去他的一些 那些相關的單位去申訴 雙雙是一氣無火 人就失蹤他了 所以我們本土台灣 真正都沒有陳情跟申訴的管道 而且這件事情 我相信美國那個 日本的那個天皇 他們都知道 我們日本台灣人 在台灣 深深受到蔣介石集團的破壞 但是因為他 他找到掛蠟燈都不能說話 他也是眼深深的看著 我們台灣人被受害 但是現在他已經知道了 他已經在修改憲法 修改憲法之後 我想他應該也有解救台灣的一個方法吧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八以後 中國人用大量無中的力量 頂抵抵抵抵台灣人 接下來的政策 不經過審判 或是不讓董事人 拿出政策的破壞 就跟他親殺了 在這種情方 加上1949年 幾十八年 1949年12月25日 12月25號 蔣介石他真的來到他的占領地流亡台灣 他那時候是在越南 1949年他到台灣 他帶幾百萬的中國人流亡來到台灣 所以呢 本土台灣人想在公務人員的體系裡面 出人頭地 簡直是不可能的 做成今天所看到 很多中華民國機關裡面 做修訂的 都是流亡的中國人 這個盡控 絕對這是一個不正常的 違反常理的 再來第五 他將台灣的教育主委完全壟斷 三十八年的概念 教育主委 中國國民黨壟斷 強迫本土台灣人學習 大中國的思想 本土台灣人已經失去分析的能力 沒有人可以拿出說 在青條元年到21世紀時 台灣的歷史 什麼叫中華民國 對台灣人的意義是什麼 台灣的娘頭在以後日期的華麗地位 1945年10月25 再來第1949年12月70 再來1952年4月28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 他說 台灣三十八年概念 概念三十八年 全世界可能沒這麼長 第一 真的長的戒嚴期 平行台灣 教育主委都讓中國 國民黨壟斷掉 本土台灣人 只能學習大中國 那種思想的體系 不能以台灣為中心的教育思維 強行的天壓室的教育的體制 學習要向教育說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這種錯誤的邏輯思考 不是歐洲 歐美國家 他說 教育說 如何去思考 好想想 如何思考 這種方法 他都跟我們天壓室 只跟我們講答案 然後不跟他說 為什麼是這樣子 以前 小學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不過 現今現在可能有那麼改進了 改進 就是 我們老一輩的人 已經深受其害 連一到今天 台灣人也沒有辦法正確討論說 青條萬年到21世紀 初這個時候 台灣的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他發覺就說 國際上很多認知 跟我們台灣人認知是南遠北側 完全不一樣 甚至 這個觀念 外國人都會覺得 奇怪 你們台灣怎麼有這種觀念 換一句話說 中國國民黨會教育體制 本土台灣人已經失去了分析的能力 沒有人可以拿出說 中華民國對台灣人 是什麼意義 再來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 1945年10月25 就是説 1945年10月25 就是誠意 在台灣接受 日本總督投降的一期 再來 1949年12月10號 是説中華民國國民黨 遷都台灣 遷都台北 正式遷都台北 再來 1952年4月2月 就是 中華民國跟日本簽 台北 中日台北合約的日期 這也是 就是 我們秘書長跟我們說 我們知道 近前我們都不知道說 我們跟日本有簽 那個 中日台北條約 來跟我們台灣民眾 我們知道得很厲害 歷史 所以 這個議書就是 簽台北合約 這就是 正式遷都台 台灣 中華民國正式遷都台北 這是誠意 在台灣接受 日本總督投降日 還有大家報告說 當時 我們台灣社會 制度的入局 本土台灣人 他懷疑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合法性 中華民國就是 中華民國在台北 就是中國流氓政府在台北 真的 但是他都沒有要跟我們說 他跟說 中華民國在台北 中華民國在台北 但是他真正的 英文一整套 是說 中華民國在台北 新聞媒體受到 感動和控制 蔣介石集團 反對中國共產黨 媒體的那些東西 也激烈的反對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 但是換一個 中國男媽研究的時候 他卻非常親共 他一向他老闆所說的 法徒健康 每天的台北 也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體制 在台灣是流氓正傳的形式 所以他所憑藉就是 武力跟司法 就是用法律 就是說 萬一我們去打官司 一定都台灣人都輸的 政治官司一定都輸得 虛擂 甚至 莫名其妙 我都沒有給你 沒有給你 沒有給你 沒有給你辯解的機會 就給你判死刑 所以本來台灣人 他懷疑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合法上 所謂機關 參與國際比賽的團隊 基金會 再來社團的法人 丁丁 他都是屬於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他都跟我們說是 Chinese台北 所以我就說 那時候他說 台北出來的時候 我說機關為什麼不要 Chinese台中 為什麼不要說 中華台中 還是中華高雄 為什麼一定要說台北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了 後來 我們民進府上課 民進府跟我們說 蛤 叫中華民國 流氓在台北 我知道了 因為 我們流氓政府 有幾個 像那個 戴高樂 法國的戴高樂的將軍 他曾經 會帶一位 法國人流氓去 英國倫敦 因為那時候 他跟德國打仗 結果他 他們的總統去用 亂進 去用 敵國亂 軟金 結果他就帶一位 法國人流氓到英國倫敦 所以他就法國 他就叫法國倫敦 法國流氓政府在倫敦 再來呢 韓國他也流氓到上海去過 在我們的官網裡面都有說 這個歷史 我測試就不要說 所以就是說 他沒有跟我們說 他意思是說 中華台北 現在來革命政府才知道 就是 中華民國流氓在台北 所以那時候 小英啊 蔡英文一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流氓政府 說一遍而已 後來我不敢說 他就要選舉他不敢說 不敢說 不敢說實在話 所以台灣人也是 都迷失在那個選舉的那個 選舉的那個 迷分證裡面 本來台灣人 他懷疑 中華民國 在台北的 台灣的合法性 所有的機關 我們如果參與國際比賽 基金會 都用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後來就知道 就是中華流氓政府 在台北 這個意思 這種制度 對來 對外 當然都是中華民國 那些官員 他才有全力發言 本來台灣人 他完全 都不知道 也沒有管道去表達 我們自己的意思 新聞媒體也受到 中華民國體制的感度和控制 他蔣介集團 那些集團 東西 他是反對共產黨 所以那些媒體也 激烈反對共產黨 但是 換一個 中華人去中華台後 他就非常親共 甚至他要執行 他的所謂的化毒 健康這個人物 將台灣的媒體 反共的態度 轉了180度 變成 現在非常親共 本土台灣人 共力要表達 從歷史和法律來說 台灣跟中國是完全無關的 這是這個論點 並沒有媒體可以給我們推廣 他只有靠到我們現在的網路 還有我們台灣民政府 一直在做宣傳 然後 那個 黃俊俗 你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們存一時而已 不然我給黃俊俗 跟大家介紹一下 黃俊俗 那個台北的黃俊俗 下去了 下去了 不然我們請 我們請我們的音小弟 好嗎 黃先生 你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好 因為 我覺得 這座可以 我大家不要看過 給大家看一下 剩一兩分而已 我剛好看到他拿起來 還有這個是什麼 這裡啦 這裡一座 這裡一座 這幾座 這裡一座都兩千 你們哥哥說 好 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郡守的辦公室的統一 我們統一的 蛤 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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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拜託還有一幾個 小年來都給他添幾個 一隻拿一袋 來拜託一下 一隻拿一袋 好嗎 現在我們的 軍手辦公室 就是 我們統一一個 那個壓克力 這幾個 5個 對啦 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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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成本 工錢成本 對啦 黃軍手來給你介紹 快來 他我這幾個做 你介紹一下 抱歉 剛才民主黨那時候有一些設計的事情 所以現在這麼高 我們這對外 我們這一個是一千 六百是六千 如果我們當心都算本錢就好 兩千 兩千應該要一百 沒關係啦 比較多一點 就是這樣 看是要跟中央報道 或是說現在要找我 也可以 我的電話0936 義數0936 剛才買的都是0936 就是義數兩字 義數 義數就是義數 我選五 你現在就說 大家都不一樣 都做 這都通人嘛 通人告載 現在 義蘭州已經有訂過頭了 他們每一個軍修都有訂了 現在大家 民主黨有核准的 這是新宿集團他設計 這樣 他們也是都 小提法的電話0936 義數 0936 剛才買的都是0936 統一教材啦 沒有啦 一座六座 兩千 不是 一座六座 兩千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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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才是蓋子 要蓋子 要蓋子喔 對阿 沒關係 還差一年而已 我們今年就要接種了 沒關係 要蓋子啦 那設計好了啦 要蓋子啦 因為他電腦 兩人都不蓋子 對阿 沒關係 好啦 如果要蓋子就要蓋子 要蓋子 要蓋子就要蓋子 要蓋子 這業主黨設計 對阿 現在都蓋子 身體都蓋子 都蓋子而已 你剛才說一下 在蓋子 臺灣民政委會蓋子 現在有設計新的 大家有沒有擺放 其中間設計 幹部 臺灣民政委會規定 阿 我們有一個標準的 中央的字幕 那種都固定的 對阿就是大家不想自己做 統一 統一 現在不在設計 公司 公司 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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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是要設計新的 什麼 卡拉圖跟名片 這樣而已 但是還沒想出來 先做一些 樣品給他看 我們 我們中央有一個標準商標注目廣告 我們中央以前叫人自一條 是做三千一百五十塊 我們的身分是一千塊 我本來 我本來是說 民主長 如果是說要多減輕一點 稍微 可能 如果超過 如果三千一百五十塊 如果算一千五塊 這樣也算很便宜 民主長是說 他說 他想要送 他想大家都很辛苦 來考慮這個 所以到時候那五十塊都我送的 那 大家都教的那個標準 就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你要問問電話嗎 好來 可以 可以 但是你 是不是中央 大家都要有一個統一 齁 看那大大的 幾個 齁 啊 將那個群 可能是將你們那種 放大 齁 你那個群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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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還用那個色彩齁齁 特別幫它突然 齁 我 我 是 那個菌裡面 大大大 為什麼 就這樣 我 比較漂亮啦 比較不會稱差不齊啦 通常做可以啊 看是不是要做成像 我們目前做的 我們現在有大地跟小地 我們用小地就可以了 有的人因為 你放太大地也 放太大地也要 而且沒有人要放 時間夠OK 謝謝 謝謝 下一堂課講題 謝謝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大家休息一下 因為再來比書頂的課齁 對對對 現在 現在嗎 請問現在是現在要休息還是 現在要休息嗎 你講一下 你講一下 休息五分鐘 有五分鐘 比較快 等下秘書頂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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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punched 感谢观看